大家好,我是可嘉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食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我国是糖尿病患病率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 不少人在饮食方面 偏好大于大肉、高热量等食物 那就出现了肥胖、血脂异常、高血压、高血糖等身体问题 这些都是导致糖尿病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危险因素 同时也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一旦患上糖尿病 虽然没有痊愈的方式 但只要我们日常管理做好 控制好血糖 就可以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对于控制血糖 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杂疗方 我们每天早上喝一杯 血糖一降再降 可以帮助你快速恢复到正常值 还能够稳定伤高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神奇的方法吧 首先我们来准备一个新鲜的橙子 先把橙子清洗干净 橙子的口感非常的清香 还有一股香甜味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矿物质等 具有润肠、通便、提神洗脑的功效 橙子中含有大量的水分以及膳食纤维 用它来煮茶 然后可以帮助润滑肠道 促进肠道蠕动、增加粪便体积 有助于软化粪便 可以缓解大便干燥 导致的便秘困难 还能够提神洗脑 橙子茶含有一定的茶多酚 以及咖啡碱等物质 可以兴奋神经中区 能够提神洗脑、缓解疲劳 橙子对于糖尿病患者 它有一定的好处 对于防止糖尿病 缓解糖尿病、并发症 延缓血糖升高 都有很大的帮助 橙子含糖量比较低 根据酸甜度不同 其含糖量在8%至12%左右 富含丰富的维生素C、果胶、苹果酸等营养成分 能够提高身体的抵抗力 还可以增加血管弹性 可以缓解糖尿病、并发症带来的微血管病变 还能够保护血管 预防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病变等 并发症 橙子茶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有很大的好处 因为橙子中含有大量的果胶 它们进入人体后可以加快人体内脂肪的和胆固醇的排泄 能够减少对胆固醇的吸收 能够让过高的血脂降下来 因此平时多饮用橙子茶可以预防动脉硬化和冠心病 也能够减少中风和挡结石的发生几率 经常喝还可以保护血管 它含有多种肝类物质 可以提高血管韧性 避免血管破裂 还能够加快血液循环 可以减少高血压和高血脂的发生 清洗干净的橙子 把它切成像这样的薄片 接着再来准备两三克的菊花茶 菊花是传统的中药 具有清干、明目、清热、解毒的作用 是良性的一种药物 所以它对于阴虚、照热或者是有风热外感 就是热性体质和热性疾病症状 恶性糖尿病病人 喝菊花茶都是非常好的 因为菊花具有一定的降血糖作用 如果糖尿病患者出现口干、咽痛等症状 适当的饮用菊花茶 可以起到缓解的作用 菊花中含有环同内物质、挥发油、果酸、维生素等成分 用来泡水喝可以起到一定的降火作用 糖尿病患者适当的喝菊花茶 可以帮助机体消耗一些能量 从而帮助控制血糖 另外菊花茶中的环同内物质 还有助于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 所以糖尿病患者适当的饮用菊花茶 对于控制血糖它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 接着再准备10克左右的山楂肝 山楂含有丰富的钙、维生素C、胡萝卜素、环酮、胆碱等物质 能够活血通筋脉 降低血脂、抗动脉硬化 改善心脏活力、兴奋增趋神经系统 还可以预防糖尿病、血管并发症 在吃肉食时,适当的吃山楂 既可以解油力,又能够促进肉食消化 并且有助于糖尿病患者体内党固醇的转化 但糖尿病患者不宜吃山楂加工品 比如单皮、山楂片 因为加工过的山楂含有高糖分 可能会使血糖有波动 对于血糖控制非常不利 接着再来准备10克环齐 环齐它有调节血糖的作用 环齐中含有环齐多糖 能够起到酸酸调节血糖的作用 能够对抗高血糖、降低血糖 还能够防止低血糖的发生 提高集体免疫力 环齐能够减少糖尿病 病人因为免疫力下降而反复感染的情况 从而阻止这些感染 引起的交感神经兴奋所致的生血糖作用 环齐还有降血脂、降低胆固醇的作用 对于防止心脑血管疾病有益 可以补皮、益气、固表、止汗、溺水、消肿 有减少糖尿病、肾病、尿蛋白量、减轻水肿、保护肾功能 这些都是糖尿病、并发症 它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再准备五颗的枸杞 枸杞是最有降血糖效果的 由于枸杞含有枸杞多糖 能够促进受损的胰岛素细胞快速性的恢复 同时还能够提高胰岛素细胞的抗氧化能力 对于胰岛细胞有一定的保护效果 促进人体尽快恢复 不少糖尿病患者会有口干、口渴的现象 而糖尿病患者们 长期用少量的枸杞泡水喝 能够改善口渴、口干的现象 还具有非常好的补肾效果 糖尿病到了后期会形成多种并发症 而肾病就是属于非常严重的并发症 糖尿病患者用枸杞泡水 能够起到滋不干肾的效果 接着把准备好的食材倒入锅中 也可以用养生糊来煮 再加入大约800毫升的清水 用大火煮开转小火煮上15分钟的时间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一个小红星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可以让我高兴的水不着脚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星吧 辛苦大家啦 时间到后打开盖子就一股香橙的味道扑鼻而来 文哲就特别的想喝 像这样我们的酱汤茶就煮好了 直接倒入杯子里晾着温热就可以喝啦 喝起来的味道是酸酸甜甜的 像饮料一样非常的好喝 我们可以在早上的时候喝上一杯 具有非常好的降血压 降血脂 降低党固醇 软化血管 美容养盐 糖尿病人每天坚持喝的话 对于控制血糖和预防糖尿病 并发症是非常有效果的 并且对于我们的身体 也有非常多的保健功效 建议大家可以经常煮来喝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